终于有这么一部剧 剧情逻辑合理 人物智商在线 节奏不说废话 在今年中毒古装剧里 简直是一股清流 这就是这部没有任何流量明星出演的 低成本小穷剧 遇刺小舞座 所谓舞座也就是古时候的法医 我们的女主就出生在一个舞座世家 本剧很优秀的一点 是每个人物都是真的带着脑子在做事 而不像其他剧里那样 只靠着主角光环打怪 影片一开场 女主为了参加舞座考试 从西南一路赶到长安 刚抵达长安城 她就遇到一个老伯 装作被马车撞到 躺在地上碰瓷 女主凭借着自己的业务能力 立马就看出来 老伯是在假装受伤 并当众揭穿了她 接着剧情立马就来到了考场 这次考试的内容 是前段时间被雷击中而死的一个侨夫 女主仔细地检查了她的尸体 之后准确无误地 推断出了她死亡的过程 令监考人员都眼前一亮 就这样剧情开篇才两场戏 女主的性格和人设就立足了 另外本剧制作成本不高 所以在女主厌尸的时候 都是用小动画来解释 这样一来 观众既不用看雪会拉叉的尸体镜头 又能一下子看明白 剧情提供的信息 悄悄说一句 这才是动画的正确打开方式嘛 哪像隔壁某个剧 女主入不了水就切动画 男主这边也是一样 身为一个擅长查案的王爷 分析线索的时候 也会有小动画浮现出来 既可爱又简单易懂 虽然是小成本制作 但钱画在刀日上这句话 说的就是这部剧 男主的人设也是十分难得 今年古装剧里面 终于出了这么一个男主 高冷但不面瘫 气场强但不油腻 最重要的是十分尊重女性 既懂礼貌又有头脑 当女主差点出事的时候 手下问男主 要不要提醒女主多小心 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 男主在这个时候 作为女主的上司 分寸感拿捏得特别好 这话他父母说的 亲友说的 寻常路人也能说的 唯独宫门之人说不得 宫门人若要求百姓 自己日房夜房 时时处处 谨小神威 那朝廷养我宫门之人有何用 万一息呢 背着制作 你说说 这样好的男主上哪里找 而且本剧男女主两个人 都完全不恋爱呢 不像别的剧那样 披着职场去的皮 一个字的撒工业堂金 这部剧里的男女主 都是一心搞事业的奋斗皮 然后在一起工作的过程中 才慢慢生出感情来 这个节奏就让人幸福多了 男主为了办案几乎都不睡觉的 而女主呢 虽然性格呆萌了一点 但只要到验尸的时候 他就非常高效果断 绝不拖泥带水 这样的两个人搭档起来 整个探案的过程 看起来就特别过瘾 而且本剧主线剧情 层层推进 环环相扣 作为一个悬疑剧 编剧把神秘感营造得很好 每个案件抽丝剥茧 看似平常的事情 其实背后都和主线剧情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让人点开一几 就再也停不下来 不过本剧可不止 男女主这两个人出彩 男二和女二的人设 也十分饱满 男二和男主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好朋友好兄弟 但两个人的性格 简直是急与急 如果说男主是冷面正直 那男二就是机灵搞笑 同样是审问 男主步步紧逼 而男二则会坑人套话 有一次他为了找到 这个五级藏的东西 跟五级说 我是站在你这边的 你跟我说你在严府藏了什么 我帮你混过去 结果五级一下子就中了圈套 你说话可算数 你还真把东西 放在严府了 女二这边呢 是一个潇洒的侠女 帅气仗义 自信洒脱 比起其他剧里 女主和女二敌对的场面 这部剧里的女主和女二 关系十分融洽 互相欣赏 有困难互相帮忙 女主曾经说过 你长得这么好看 一定不是个普通人吧 我都三天没洗脸 没换衣服了 你居然说我好看 我从没见过 像你这么好看的女子 女二也曾经说过 可疑是为了保护我 才受伤的呀 对不起 说什么话呢 女子保护女子 是天经地义的呀 你看看 多好的四个人 这四个人一起探案 给我八十级 我也看不腻 不过非要说缺点的话 本剧因为制作成本太低 服装造型实在是不再好看 后期配音也经常和演员口型 对不上 但是有了好剧情 这个稳固的地基打底 这些小问题 完全无伤大雅啦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